因為每個工作表顏色都白色黑 這個白底黑字感覺有點 不是那麼的好看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快速的自動幫你加顏色 好像又很麻煩 以往你可能按右鍵怎麼樣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索引就是TAB TAB TAB的color 你這邊的話要加一個什麼樣顏色呢 黃色加上去 它有一個黃色 當你切過來 它有一個黃色出現 這個應該我想各位都有做過啦 只是說你如果每一個都要什麼一個個慢慢加的話 哇那真的會很花時間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一鍵 自動全部 假如說你這邊有100個工作表 咻一下子全部都幫你換個顏色 那該會是多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會有個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用什麼樣 第一個就是你要了解 它的什麼呢 物件一樣是SHITS SHITS裡面有個紙物件 叫做TAB TAB就是索引 索引後面有個屬性 叫做索引的頁面 然後點color就是它的屬性 那我們要怎麼樣加顏色 其實一般在VBA裡面要加顏色 記得有兩種方法 最普遍的 至少兩種 第一種方法 叫做QB color QB color 那這個QB color是什麼呢 其實 刮鬍後面你只要給它什麼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沒關係 你按F1 它會跳出來 0到15 它最多就是幾種顏色呢 0到15 16種顏色 不過這16種顏色 特別是你不能 它最多到15 你不能給它16 17 那會掛掉 就會找不到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加顏色 假設我今天希望用QB color 幫我 有沒有 QB color 幫我全部一起上色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 4i 等於 1到 13 或者這個地方你可以用 1到SHITS 點抗也可以 假設我不知道有幾個的話 那我就1到SHITS點抗 SHITS點抗 你就打一個SHITS點抗也可以 這樣的話它就1到13 那我要加這個顏色的話就第一個 第一個Tab 幫我加顏色加什麼顏色呢 就是 QB color第一個顏色 那QB color第一個顏色就藍色 綠色 一直到第13個就是什麼 淡紫紅色 那如果你寫完之後的話直接執行它 你會發現 它會一次就幫你全部加到那個顏色上去 在底下 這兩個一樣 乾脆加個2好了 名稱不能一樣 OK 再執行一下 好你會發現 它就自動幫我把顏色加上去 那顏色的順序 一定就是什麼 1 1就是藍色 所以你按F1 它會出現 第一個是藍色 第2個是綠色 第3個是什麼 青藍色 依此類推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什麼顏色的話 你就把QB color按F1 就跳出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可以不需要說 死背 好 可是 這個QB color它的好處是簡單 但是缺點就是說 顏色 太單調了 所以底下顏色 有些同學說 老師 怪怪的 顏色好像都很單調 所以 另外 第2種方法 就是RGB RGB 因為RGB可以產生多少種顏色 就是 255 0到25 就256 乘256乘256 大概就是1000多萬種顏色 1000多萬種顏色 所以 基本上 如果你要先用一點顏色的話 我建議用RGB 如果你只要簡單顏色 就QB color 那第2個是說 如果我今天